日历民生 新闻力量 日历民生 新闻力量 各位晚上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北方 我是金霞 涮羊肉 好多人 我们都特别喜欢吃这一口 飞雪连天的时候 咱们吃上一顿 不光解馋 而且能够抵御风寒 能够滋补身体 两年省清真商业食品管理委员会 最近接到了很多人打来的电话 说这个市面上很多牛羊肉 现在特别便宜 而且便宜的有点离谱了 在沈阳市黄谷区 塔湾街的一家肉食城 一千多平的大厅里 摆满了各色肉卷 这儿的羊肉卷格外便宜 目前沈阳市场上 经过屠宰厂加工后的牛肉 批发价是7块8 羊肉批发价在10块钱左右 这儿的牛羊肉卷 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 难道真有人愿意赔本拽腰 和一位肉摊主说了秘密 这些低价牛羊肉卷 引起了辽宁省清真商业食品 管理协会的注意 为了掌握确凿的证据 工作人员向其中的一个业户 订购了大量货源 经过一番杀价 双方5块1成交 当天下午先送2000公斤 我已经收到 这下完了我们手他一喊 我们这次来到 羊丁省清真商业食品 管理协会工作人员 把送货点 定在于洪区嘉际城附近的 一个院子里 两点多送货人出现了 往左管 左管 对对对 你把那边盯住口嘛 对对对对 哎 好了好了 过来一看 是到哪 在你到哪里 你去的 电话 手机电话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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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警方控制下 辽宁省清真商业食品管理协会 和水阳市动物防疫监督检验所的工作人员 立即对车上的货物进行了检查 生产日期 怎么有 这个肠子应该是假的 它属于链子的羊肉 都是 掺插不提的 然后 从这个肉的颜色 怎么瞅出来 得让绷点剪一下 说不清是什么肉卷 而且生产日期 批号都没有 保纸期12月 产品名 品名就叫28 工作人员经过检查后发现 这家业户销售的肉卷 都拿不出出厂检验合格证 清真类食品也没有相关部门的检验证 并且大部分的肉卷都没有商标 什么产品名称 生产单位啥都没有 你们感觉还有手写 对 它是手写 正规应该是打印那种 手写太容易 应该是不出人形 羊肉卷吧 它什么都可以绝里 绝里之后 你这一抱抱成花 你啥也看不出来了 所以说它碎肉 什么肉 你什么都不知道 它这死狗肉 什么都产了 你看没法看 它很难 那么经过了 实际上是动物防疫监督检院所的检验 这一批牛羊肉 问题确实挺严重的 其中一部分是死牛死羊 还有一部分 那根本就不是牛羊肉 这几天的执法部门将会把它们全部销毁 在这里呢 告诉大家一下辨别牛羊肉的方法 这是我们特别从专家那里咨询来的 那不参甲的羊肉片 如果放在手心里 稍微等它画一下 调整的羊肉就会变成两种色泽 片和片之间也是特别容易分离 涮过之后 这个颜色就会变暗了 那么参了甲的羊肉片 涮过之后颜色不会变暗 会变白 虽然呢 现在距离春节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 但是不少商家现在已经开始为年货大战做准备了 和往年不同呢 今年的年货市场上 瓜子啊 糖果啊 已经不是什么主流了 一些新奇特的玩意开始独领风骚了 随着2008北京奥运的临近 许多奥运国品在今年的年货市场上站露头角 比如河北的富冈苹果 北京小桃山的蔬菜等 这些即将在奥运餐桌上 供运动员教练员食用的国品 在沈阳的年货市场上刚一露面 就着实火了一把 它是生产的太阳站上 那个海拔比较高吧 日照比较充足一些 苹果特别甜 苹果特别大 有两个苹果里面 里面就两个苹果 对 两个苹果买100块钱 那质不有点高了点 这价格 因为不一样的价格 不一样的品质 苹果摘上奥运俩字就身价倍涨 而饺子打起公平招牌也是价格不菲 像这样一盒金饺 就卖到518块钱一盒 据说青太祖努尔哈赤 在萨尔虎之战前 吃的就是这种饺子 之所以称为金饺 贵就贵在饺子馅上 有的时候 一年我吃一回 这个饺子 我觉得花个三百五百 也值 总比买一条香盐强多了 谁家的年夜饭都少不了饺子 但是除了传统的食品以外 进口产品也逐渐走进寻常百姓家 比如意大利的曲奇饼干 德国的黑啤酒等 过年要有年味 这话不假 但是不少人也想在年夜饭的时候 品尝品尝异国风味 曲奇啊 就是饼干呗是吧 你这个是自己 有 你这是自己吃还是 送人 我自己吃 给我自己买 价格能接受吗 这一碗饼干九十九 能接受 还可以 这几种德国进口的啤酒 还有咱家相关特色的 欧美的台湾的食品 走得都比较好 每家的年夜饭都是准备一酒 饕餐丰盛 但是年三十的这顿大餐 老百姓还是觉得既营养丰富 又经济实惠 那才叫最好 一桌里边应该有树 少量的荤 有凉盘 有鱼 或者是有一点海鲜品 等等 我因为都可以 提前半个月的时间 大伙已经开始采购年货了 这个年味已经闻到了 现在好多人家都会养宠物 每天早晨 还有傍晚的时候 你看都能在马路上看到 拎着狗 然后放松的 这样的朋友 当然这样的话 就会让路上的很多司机特别紧张 你说万一不小心 把人家的小宝贝给撞了 比自己撞了树 还要麻烦呢 在青岛呢 一旦撞了狗的话 现在还算交通事故呢 不光司机蒙想走 交警必须要到现场去办公 明确双方的责任 制作法律文书 交通部门说了 说出台这个规定啊 是为了解决 时有发生的类似纠纷 可是有人对此事不以为然 有人就说了 说小猫小狗 虽然很重要 可是也不至于动用国家机器吧 现在呢 本来酒力就不足了 你说有这精神头 多管管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多好啊 而且万一有